幸福 幸福 离我们很近吗 新婚的这一天 我心里想着的 是我的初恋情人 记忆香 很特别的名字吧 该怎么形容她呢 僧女 小星星 这些 都说不全她的自在轻松 与惬意温柔 她的微笑 她给人的幸福感 那股围绕在她四周的 淡淡的 却令人难以忘怀的清香 那不是香水 是我第一次靠近她 酒店上的一种 散发幸福讯号的香气 好 同学 你好像 你好像帮我付了车钱 毫无疑问 我从此爱上了这个 散发幸福香气的女孩 一厢拥有自己的一套 幸福生活哲学 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都藏有她的小细节 她很享受幸福的味道 透过摇曳的衣影 让香氛洗衣液的清香 充满她和阳光之间 连洗衣服这么一般的家庭琐事 在她的世界里 就是能找到方法 享受其中 喜欢四周围绕 幸福香气的一厢 自然也不会放过她身边的 我的一切 这个总是在生活里 发现小幸福的女孩 也也悄悄在我的生活中 种下了幸福 好 交往几年 很向往家庭生活的遗乡 常常暗示婚姻的打算 当时还没做好准备的我 得随时接招 你不觉得如果可以每天一起吃早餐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 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蛋糕你做吧 先切蛋糕啊 我们晚点再吃吧 你吃晚饭再吃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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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你觉得有一天 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分开啊 男生都不会担心 还是你想到下一个 你难道都不会想 有一天 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担心做什么 我相信当时他用尽生命的力气在爱我 才会那么期待 又那么的失望 在爱情里 他有他的时间表 我有我的 或许我们的时间表暂时不一致 可以谈的啊 不是不相爱啊 她是我的初恋女友 一生 即将在今天 成为我的妻子 两个独立的个体 难免见些幸不对评 但面对这种是能在平凡生活中发现幸福 充满正面能量的女孩 即使这段感情偶有杂讯 也无损我对她的坚定 你 愿意嫁给我吗 我是何等幸运 能抓住擦肩 邂逅散发的幸福香气 成为我俩生活的美好记忆 并且继续延续 并且继续延续 幸福 原来离我们这么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